今日说法 这个已经残破的四合院 承载着曾经的美丽记忆 这个平凡的小院里 曾经有一份非凡的生活 这地方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建筑保护的发源地 也是中国建筑史的摇满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 北总部糊涂的记忆 大家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在河北省赵县 有一座赵州桥 这是现今保存下来的 世界上最古老的一座桥 建造于1400年前 这是中华民族非常骄傲的一件 留给世人的作品 但是这座桥的故事 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 随着一对夫妇到当地进行考察之后 才公诸于世 那么这一对发现了赵州桥的夫妇是谁 今天我们的故事就从他们开始 现在很多人可能并不熟悉这两个人了 他们可是曾经大名鼎鼎的梁思成林徽英夫妇 他们是中国古建筑学科的创始人 今天在互联网上他们夫妇的照片还在流传着 这些老照片都是七八十年前照的 那个时候林徽英可是北平城里才貌兼备的名媛 国内有很多有名的大学者 文化精英 常常聚集在他们的家里 他们家的起居室 在著名女作家冰心的笔下被称作太太的客厅 说的就是林徽英在家里接待客人的情景 梁思成则是名门之后 他是清朝末年乌须变法的领袖之一梁启超的长子 梁思成是第一个在全世界提出在战争中保护文物的学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攻战役中 盟军正是接受了梁思成的提议 日本的古都京都和奈良才免于战祸 七十多年前 他们夫妇俩一起做了这样的一件事 这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 他们与当时的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一起 踏访了全国二百多个县市 考察了两千多座古建筑 对其中的二百多座古建筑进行了详细测绘 完成的图稿有两千多张 留下了许多难得的镜头 这是阴线墨塔 世界上最高的山西阴线的鸟带墨塔 所以他们找到红铜的广盛市 这个琉璃塔 这是沈阳北陵的石雕 这是河北宝底的广济寺 照相的赵珠桥 这是北京的天宁寺塔 这是山西焚阳的灵岩寺 还有西安的慈恩寺大雁塔 大理的重圣寺三塔 这些照片都是梁思成拍摄 照片中总有林慧英的身影 这张照片拍摄在1937年的7月 七七卢沟桥事变的前几天 是在山西省的五台县 林慧英爬上了五米多高的梯子 他是在丈量这个建于唐代的 佛光寺里的金状 这座佛光寺 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之一 因为918事变之后 日本群内者很快就打到长城一线 所以他们经常是一边在调塔古建筑的时候 一边又听到远处 日本群内者的枪炮声 因为他们一直想找到唐代的建筑 终于在七七事变之前的几天 1937年 7月初找到唐代的佛光寺 这是中国现存最伟大一处唐代的建筑 当时这对年轻夫妇所做的 是中国有史以来 第一次对古建筑进行的科学的普查和测绘 而在不断进行普查的七年间 梁思成和林慧英夫妇的家 就一直安在老北京城的这条胡同里 七十多年过去了 这里还叫北总部胡同 但是胡同里原来的四合院平房 大都变成了居民楼 2009年7月 这里又在进行拆迁改造 拆了以后要干什么 干酒店 据说是干一个公寓 还有一个高级公寓 一个移动写的 可没几天 拆迁工程被有关部门叫停了 说这里有梁思成和林慧英的故居要保护 拆迁是叫停了 可是这个院落的大门也已经面目全非了 还一个面目全非了 你听说过这个原来这个院是什么样的吗 没听说过 就是看帽 这人看帽才知道 原来两个路途哪不知道 和这位老人一样 就是我们登高俯瞰 也无法想象出这里70多年前的样子 听这里的居民告诉我们 这个院子在20多年前 还是一个很标准的老北京的三进四合院 后来院子里就建起了一座三层的水泥板楼 而现在这个院落留存的就只有临街房 和部分的正房也叫北屋 后边楼后边这个 这你们应该知道了 北屋 北屋 我来的时候这全是救命院子 救命院 一只高木头 这是八级盖的好像 这是一个大院子 那么当时梁思成他们就住在这么一个 很标准的一个社会房 那么他以前的门是在东南角了 后来给挪到这个西南角了 这是这个五十年代初期的时候挪的 那么现在这个锤化门这个位置 是吧 和那个东厢房的位置 就是那个三层的小楼 对 那么西厢房的位置这是给拆掉了 那么正房的位置 现在还有建筑遇层 是吧 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事 只不过他中间塞了一栋楼而已 是吧 如果把那个楼拆掉 就非常清楚 从现在看那个样子下去过去这门 这是原来的门 这位置应当是锤化门的位置 一般的就是一个第一进院 第一进院子 有可能转 有可能这就是原来的 中间房 这就是本屋 这不是原来的 谁一看就知道是原来的 这不是原来的 不过这样就看着他原来的这东西还挺 挺好的 现在还看着我们这匹配的人呢 一点没变形 这就是他原来的那个 前在边出的那个老人 七十多岁的正熙城老人 是用线苗绘画 恢复老北京大宅院的民俗专家 在他的眼里 这个残缺的院子 轮廓还是那么清晰 他这后车后边铺刷子 端子 那个东西那个柱子 这是那个金柱 一不看 你这院也不来 就看不出那个是 那是卷棚底 实际上他就留下那么一个 小卷棚底 这样的卷棚底 这个卷棚底和那个有什么 卷棚底就好像比较舒适 就是一般的住房 比较讲究一点了 对对对 在这个院子里 除了建筑遗存 还有一棵 在这里生长了八九十年的 马英花树 居民们说 每到春夏交替的季节 这棵老树 就会开出紫色的絮状的花 院子里会飘满清香的味道 1932年的8月4日 在这个院子里 这棵树下 一个小生命诞生了 接生的 还是北京协和医院的 林巧智大夫 在医院留下的父母的地址 是北总部胡同三号院 当时的小树 如今已经参天 当时 那个还在墙堡中的孩子 就是现在的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奥运会的 环保顾问 梁从介 现在 梁从介 也是一位 年近八十岁的老人 这是你们家 北总部房子的 这个外头 院里 是吗 是 是不是 这是谁呀 这是 这是谁 梁从介 现在 在1999年的时候 带我去 一走进那个院 又说 这是我们家那个院 是吧 他指着 门口那个树 是吧 他还说 没走我小的时候 还爬上去过 是吧 所以这个院 都是一个真实的 他们一个场所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 是燕在凉前的泥奶 你是爱 是暖 是希望 你是人间四月天 这是林徽因在这个院子里 写给刚刚 牙牙学语的孩子 梁从介 当时 儿子出生后不久 林徽因 就和丈夫梁思成 一同去考古了 他们夫妇 大部分的时间 都在野外 孩子 是由林徽因的母亲 带着的 回到家里 是爱怜 内疚 让林徽因的诗文 写得动情至深 这是梁思成 林徽因和他的学生们 在1948年 新中国解放以前 编著的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陆 其中 两千多处文物的调查整理 他们都是完成在这个院子里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 梁思成 林徽因夫妇 又参与完成了 国徽 和天安门广场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这处院诺 你虽然看着它现在很残破了 是吧 但如果我们了解这段历史 我们应该感谢它 在这个地方住的 是吧 不到七年的时间里面 做这些项工作 这地方可以说是 中国古代建筑保护的发源地 也是中国建筑史的摇篮 你看他们给拆的 对 而且这个都已经争论的时候 他们又扒的这个房子 边那房子又给拔了 那后半间又是他们拔了 后来您知道 这个院的故事是什么时候 就这次拆间 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 就是作家陈光忠先生 陈先生您好 嗨您好 当时您为什么要去找这个院子 因为我正在写一套书 就是关于北京的名人古居 梁思成和林徽因这个古居 是我一直想写的 但问题就是老找不到 出版社 说有一个梁先生 姓梁的先生 大电话 问你的电话 我们可不可以告诉他 我说可以 完了没隔十分钟 他又打进来了 结果是梁思成先生 我真是没想到 我说您是梁思成先生 家的梁思成 他说是我就是梁思成 他说你不是没有找到 一个我们家的地方吗 说你还想不想找 我说我当然非常想找 当时这是梁思成和他胡人 一块在北总部胡同拍的 其实自行车去了 到院子里以后 这棵树 梁思成印象非常深的一棵树 而且感情也非常深厚 他叫马银花树 开花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要不他开的那种粉红色的花 好像有一种叫芙蓉树 像小扇子那种粉红色的花 特别香的那种花 剩了这么前面的一排房子 就基本上已经看不出当年那个院子的 他关键就是中间盖了一座大楼 就是关于围照这个梁思成先生的故居 有一个争论 就是说因为经过这么长的历史年代的变迁 就今天再去保护他也好 或者说去按照过去的遗留下来的记忆 去修复他也好 您觉得有意义 有 就是后来我采访了梁腾姐先生的时候 他拿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三六年 林辉音写给他的一个美国朋友 费费梅 写了一封信 专门画了一张平面图 就是当时北斗墨胡同三号的 连桌子椅子 我看这上面摆放的这个位置都标出来了 后来我当时现场画了一个图 把中文给记上来 是吧 他从哪进门 是吧 然后前面院子里住了三个孩子 其中两个是他的孩子 哪个地方住的是仆人 哪个地方住的是厨子 外婆呀 护士啊 梁思成的这个工作间 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林辉音他们的卧室在这个地方 他说呢 一个老爷和一个太太已经被他们包围了 画了 他这整个院子很大 十三张床铺 住了十三个人 包括他们全家的所有的亲戚什么的 他又是个建筑学家 所以他画的图是非常的严谨 包括一些小柱子 整个的格局啊 对我们现在重新去想象他当时的那个样子 就提供了一个最有利的依据 所以您看您拿来的这些东西 无论照片也好 图纸也好 都让我们感觉到了您在寻找这个院子的时候 经历过的这些故事 以及找到了之后 能够保护它 修复它 我们所能够掌握的相关资料 最近随着这个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 越来越完善 就人们的这种对文物保护的意识 也在不断增强 关于梁思成和林慧英故居 又有了新的故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不会这么亮的东西 哎呦那怎么办呢 这要上这几楼 刚才至少这三楼那边 这要上 这要上 它这个楼差还挺高的 然后景历头那房子是那什么的 是原来的老的 对啊 这篮子很宽 正西城老人认为 原来的梁林故居的主体结构都还存在 恢复到梁思成林慧英七十多年前 曾经居住的样子 其实并不困难 也就是在正西城老人 加班加点 绘制恢复图的同时 又有七位北京居民 依据行政复议法等法律法规 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了申请 期望有关部门 尽快确定北总部胡同 梁林故居的文物级别 因为市民们发现北京城内有两百多处未被列入文物保护项目的名人故居 早已在城市拆迁改造中消失了 这个可能是北京市文物局当时他们调查的不够深入 他的家子不在那个房子 而且房子还有一点 而在于他的人 在于他人在里头 曾经做过的事 做过的事情 很快 国家文物局复以回复 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 已经要求北京市文物局 尽快进行北总部胡同 梁思成 林徽因故居的文物等级鉴定 而在这之后 郑熙成老人的梁林故居复原图也画了出来 他的画面上 集结了梁思成 林徽因的图稿文字 以及梁家后代的采访了解 还有郑熙成老人自己的实地写生测量数据 在这张图上 甚至可以看到廊道上地面的花砖 屋檐上一粒粒的瓦当 他连这个屋檐上的瓦片都一片一片画出来了 而且在这个上面 我还看到了很多细节 你比如说在这个门口的这个大马路上 停一辆汽车 然后有人正往下搬着行李 你能够感觉到好像是这个梁思成 回来之后 这个进入屋里的这个情景 确实让你感觉到好像历史在眼前复活了 这样一个院落 您觉得如果要把它这个复原起来的话 这个工程量是不是会挺大的 虽然是很漂亮的四合院 但是也是一个很普通的四合院 我认为不是很困难 而且我们有这么详细的资料 它和以前别的东西还不太一样 以前没有很这么详细一个主人 一个作为建筑师的主人给我们画图 而且更重要的意义在于 梁思成先生当时就是力推要保护北京城的这些古建筑 我觉得应当是一个新的关键点 就从现在开始 我们应当真正下决心考虑 在我们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同时 如何保持我们孤独的风陋 中国未来会以一个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全世界 当别人来的时候 人家要看那是什么 我想不仅仅是高楼大厦钢筋水泥 他们更想看到的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民族 它的文化脉络 而我们保留下来的这样一些 类似像梁思成先生住过的故居等等 这样一些古建筑也好 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也好 其实讲述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的故事 留住了他们 也就留住了我们民族的记忆 也留住了民族的未来 感谢您关注本期 今日说法也感谢您到演播室参与我们的节目 有机会的话 和您一起去梁思成先生的故居开 谢谢 明天同一时间 今日说法 明天同一时间 十二点三十八